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预编译指令 预编译指令 Circle的预编译 那么Circle预编译 咱们现在呢去执行这个Circle语句的话呢 我们需要用到一个类叫做Statement 叫Statement 需要用到这样一个类 那么预编译呢用的是Prepare的Statement 用到是Prepare的Statement 预编译 预编译 然后预编译的话呢 它有很多这个优点 它有很多优点 优点啊 优点在于第一个 第一个 那么我们可以呢去使用这个预编译 使用这个预编译来提高这个Circle语句的可读性 可以使用预编译呢 来提高这个Circle语句的可读性 可读性 然后第二个呢 是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这个Circle的这个执行效率 因为呢 它有一个预编译的机制债 可以呢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Circle的一个执行效率 因为呢 预编译 就不是说呢 每次当我去运行的时候呢 我都需要再去把这个Circle呢 重新的去编译去运行 它有一个预编译 所以呢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提高这个Circle的执行效率 但是 有一点 这个提高执行效率这个机制呢 MyCircle不支持 But MyCircle不支持 但是Oracle是支持的 MyCircle呢 是不支持的 但是没关系 不耽误呢 咱们去使用它 不耽误我们使用它 我们呢可以去使用这个PreparedStatement呢 来提高我们的Circle的一个 可读性 可读性 好 那最后一点呢 它可以去保证这个数据的安全性 那保证这个数据的安全性 这个呢是这个预编译PreparedStatement PreparedStatement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PreparedStatement呢 该怎么去用 该怎么去用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Prepared PreparedStatement Demo 预编译呢 很快就过了 预编译很快就过了 所以呢 咱们这个 我们往下看吧 好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来用这个预编译呢 来做一个这个这个这个Circle的操作 首先呢 我先把咱们刚才封装好的这个倒包 封装好的这个JDBC Util呢 给挪过来 我把刚才封装好的JDBC Util呢 给拿过来 这样了 我也不拿过来了 我直接倒包去用吧 Import 一个什么这个 com.千锋.dao2 dao2点这个dao 点implement 点JDBC Util 我先把这个类呢 给拿过来 这个是大写到 是不是哪个地方好像还有什么问题 大写的i啊 我刚才写的 这个包 这个包名好像写错了 应该是小写的i 我写的大写的i啊 好了 我扫背了 好了 那么这个JDBC Util呢 我先把它拿过来 所以首先第一个 第一个咱们呢去 还不能直接拿过来用 因为直接拿过来呢 咱们或许是一个statement的 得 咱们还是从这个注册驱动开始吧 注册驱动 再把这个流程呢 去熟悉一遍吧 import java.circle java.circle 那么首先注册驱动 class.form name class.form name 那么我们com点什么来着 什么来着 mycircle 然后点 jdbc 点 driver 对吧 点driver啊 好的 那么这一次呢 我就直接把所有的异常都抛掉了啊 throws一个exception 啊 这次呢 我就直接把所有的异常呢 都抛掉了啊 抛掉了 然后接下来该建立连接了 是吧 建立连接 那么connection 啊 connection connection 等一个 这个什么 driver manager 点什么 get connection 是吧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url呢 来写一下 怎么写啊 啊 zdbc 写一下 写一下 对吧 localhost 啊 localhost啊 然后3306 然后下面是 second 我们还是访问second的这个库吧 然后呢 再往下走 问号 user 等 root 然后按的这个 pass the word 等 123456 好了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一个连接建立 最后呢 我们这个连接connection 点close 记得关闭啊 记得关闭 那么首先呢 我先提前声明一下啊 我这个做的又是一个错误示范 我这个做的又是一个错误示范 哪错呢 以后你们在写程序的时候 切记 不要直接把所有异常都抛掉 不要直接把所有异常都抛掉啊 异常是有用的 在这儿呢 我们这个 偷了个懒啊 所以呢 就直接抛掉了啊 就抛掉了 好 然后再往下走呢 咱们是不是该建立创立statement了啊 对吧 第三 我们呢 去创建预编译指令 创建预编译指令 那么预编译指令创建呢 其实跟咱们以前呢 去创建的那个指令呢 statement 其实呢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OK 那么我们connection 还是呢 用connection对象 然后呢 咱们之前是不是create statement呀 对吧 create statement 但是在这儿呢 我们需要换一个方法 叫prepare的 prepare的 prepare p-r-e prepare statement prepare statement 但是在这儿呢 我们会发现 prepare statement 是不是多了一个参数 叫circle啊 对吧 多了一个参数 叫circle 多了一个参数 叫circle OK 那么最后呢 我们能够去得到一个prepare statement prepare statement 好 那么在这儿呢 预编译指令的创建 预编译指令的创建 需要呢 去指定一个circle 指定一个circle 也就是说 它会提前把你的这个circle呢 做好编译 提前把你的circle呢 做好编译 好的 那么这个circle的话呢 我们可以这样去写 string circle 现在呢 咱们做一个增 做一个增 增呢 insert into p-l-o-y-e-e insert into t-employee 然后values 后面呢 咱们是不是要写上 这个什么这个值啊 咱们刚才是怎么做的呀 我们刚才不是拼接的那个字符串吧 对不对 我们刚才拼接的是一个string.formate 对吧 然后呢 拼了一个这个circle语句 那么现在呢 使用预编译啊 使用在预编译啊 使用在预编译指令中的这个circle啊 使用在预编译指令中的circle 可以直接使用问号做站位符 可以直接使用问号做站位符 那举个例子 values一共四个值 对吧 四个字段嘛 然后第一个id 第二个name 第三个did 第四个 是salary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在这呢 使用问号来做一个站位符 做一个站位符 而且你也不用去担心说 哪一个这个字段是字符串类型的 我需要给他套一个单引号之类的 不用管 不用管啊 哪个地方需要放直 那在这呢 你直接打问号就行了 直接打问号就可以了 好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我们就能够去得到一个prepared statement prepared statement了 好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呢 咱们需要给每一个站位符 给每一个站位符呢 去设置具体的值 它设置具体的值 那么statement.set set什么呢 第一个id是int类型的 是不是啊 int类型的 那么我们把一号站位符 咱们把第一号站位符 给它设计为 十 几了 十七是吧 OK 那么statement 然后呢 set string 二号站位符 我给它设置为 比如说呢 叫做啊 小 呃 玉 有小玉吗 小玉 我记得我删掉了 我看一下啊 好 小玉我删掉了 那么我们就给它设置为小玉 然后statement statement.set int 三号站位符 我给它设计为 它的部门呢 是四号部门 然后statement.set 一个 int salary 薪资 四号站位符 薪资 我给它设计为 九千八 好 那这样一来呢 每一个站位符呢 咱们都做好了 啊 每一个站位符 咱们都做好了 那都做好了 所以到这呢 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去执行这个circle了 那执行circle circle执行 我们可以直接用statement.executeupdate executeupdate就可以了 直接去执行executeupdate 当然返回值还是一个 多少行数据呢 受到了影响 rose 这样做完了 那这样呢 就做完了 然后呢 我们来运行程序 看一下结果 最后呢 一行数据受到了影响 一行数据受到了影响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最终呢 这个表中的数据 我们在表上呢 刷新一下 走 17号小玉呢 已经加进来了 17号的小玉 已经加进来了 这个呢 是一个预编译 那这个是一个预编译指令 那是一个预编译指令 那使用预编译指令呢 可以去提高我们circle的一个可读性 可以提高circle的可读性 至少这样看起来 比刚才咱们用string.formate好看多了 那比刚才我们用string.formate好看多了 另外呢 这个statement 它其实是可以重复使用的 可以重复使用的 比如说你还有其他的值要添加 六 如果还有其他的值要添加 则直接再进行每一个站位服 那每一个站位服的复制即可 也就是说你可以把这段代码呢 再往下copy一点 我想再添加一个什么二号 一号改成18对吧 二号改成这个什么小小小什么小小灰 对吧 然后三号呢 改成什么五号部门 四号改成什么一万都行 然后再往下走呢 execute就可以了 这个呢是一个预编译 那这个是一个预编译 我们可以呢去使用预编译呢 现在来说来提高我们程序的可读性 提高代码的可读性 预编译指令呢 由于我们在实力化的时候啊 是需要有一个色口语句呢 来帮助实现的 那需要有一个色口语句来帮助实现的 因此呢 咱们在进行这样的这个预编译指令的操作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情况下是针对某一个固定的操作来用 比如说我们就是要做增 就是要做增 而且每一次呢 我都是要针对每一个字段去做增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用预编译来做了 那可以用预编译来做了 所以其实呢 很多时候啊 咱们是配合这个来使用的 好 比如说呢 我在这儿再做一个什么CircleUtel 随机啊 随便做一个类 那比如说这里面 我来一个什么Public Final Static 然后String 我们来一个Add 对吧 来一个Add Add一个Circle 等上一个 那么Insert Into Tear Employee 然后Values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我可以把一些常用的这些Circle呢 都单独的写出来 Delete Circle 对吧 当然一个什么Delete 然后From T Employee 然后呢 WhereID WhereEID 等上一个问号 常用的这些个指令呢 我都可以这样去写出来 那都可以这样写出来 然后当我再去用的时候呢 你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用到了 那我可以直接用CircleUtel DN AddCircle 就行了 我可以直接使用这个就行了 所以呢 这个呢 是一般配合我们的一个Dow去使用的 配合Dow去使用的 因为呢 在Dow的实验类里面 咱们这个操作基本是不变的 就那么几个 Circle 我可以写死 Circle 我可以写死 好 那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可以去做好一个预编译了 这个呢 就是一个预编译指令 这个就是一个预编译指令